炎炎夏日来被清凉的手摇引超幸福 但要注意了里头这台风口机暗藏危机 一名两岁女童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遭风口机压断 经过十小时手术才终于接回 但这样的意外不只有她 还有另一名两岁男童 十一岁男童零零总总至少十四名儿童 都深受其害 因为这三只的一个长度比较长 刚好read就是可以触碰到 风口机的一个状况是比较容易的 口机的一个特性它除了有压力 还有合并还有热伤害 根据高雄长庚医院发布在 国际医疗研究期刊的统计 十四名受伤的儿童中 有五名段医治三根指头 另有九名儿童有肌腱断裂烫伤骨折等伤害 若以年纪来说 一至两岁幼儿高达九位受伤 比例最高 医生提醒家长除了要注意之外 若不顺受伤要赶紧送医急救 我们用一个塑胶带然后把那个断枝捡起来放好 那并且隔着塑胶带放置冰块去做一个保存的动作 然后并且收集带到我们的那个急诊室 利用一些干净的毛巾 纱布 或者是甚至比较干净的衣物 都可以做一个加压止血 风口机使用方便 但多点防伴才能预防意外发生 避免造成小孩众生遗憾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